上一集我们前往举世闻名的佩特拉 探访各种厉害的景点 深入了解过去那把提应人民的生活 坐在约旦女王的座位用餐之后 前往另一个神圣景点摩西温泉 也抵达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秘密景点 小佩特拉 最后在和当地贝度因人 度过一晚萤火洞穴之夜后 穿越回1916年的史诗集战争场景里面 这一集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好像是被丢包在火星上的椰子树旁边呢 不过这里其实是世界知名的文化遗产 就是瓦迪伦啦 但是呢它和佩特拉比较不一样的是 如果你要进入到瓦迪伦的话 是一定要有游客中心批准过的部落营区 或是导游带你进去才可以 所以我现在就坐在他们的VCC正前方喔 等待我的贝度因导游过来接我 绝对不是被丢包 接下几点 是我找了还是他玩的 没关系我们再等一下他 毕竟贝度因人无拘无束的天性 我是一早就知道的 所以就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非常好 我们现在终于等到我们的贝度因导游了 接下来这一台小车车呢 就是要陪伴我们一整天的半油车了 那我就上去说拍一拍会有沙唇 看来等一下应该沙唇很大 在前往真正瓦迪伦沙漠以前呢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要去采购头巾 因为毕竟待会里面风沙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是用我们一般都市人的 任何生活用品是绝对没办法挡风沙 那我们需要的就是贝度因的头巾 不然你看我待会呢 从头到尾头发就会一直这么乱 是不是 应该快到了 啊就是前面那个市场 再还好杀价 哎 哇 好电波啊 我要买的就是这个啦 但是现在目前还不知道价钱 只知道一定是比阿曼或瑪达巴还贵 比咱们还要贵 什么 我们可以在这里吃 我们可以在这里吃 我可以在这里吃 我可以在这里吃 我们就直接买了三条 我们一次就直接买了三条 在不知道价钱情况下 难得来到瓦迪鲁 开心最重要 而且当然是要请贝度因导游帮我们用最正统的绑法系上头巾呀 其实每一个被多因人绑头巾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每一个国家的绑法也都不一样 超快速的耶 好看喔 我们的摄影也被挂上一条 然后至于 摇什么摇 至于这个呢 就是导演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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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现在觉得很慌 但我觉得 我不是最大的痛苦 因为你看我们的导演和摄影师们 他们才是比较痛苦的 他们说 好慌喔 我到底要怎么对焦 哈哈哈哈 我自拍没问题啦 耶 啊 哈哈哈哈 整个Waddy Room可是占地超过740平方公里 遍布红色沙漠 所以进到这里一定是要有被多因向导带领 才能保证游客的安全 那就让我们一边吃着风沙 一边前往营区吧 耶 我们终于抵达今天晚上的住宿了 哎哟 先让我好好的优雅的下来一下 哈 好 哇 第一次人生抵达这个Waddy Room实在是超级兴奋 不过呢 其实Waddy Room他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只是一个游牧民族生存的环境 游牧民族人数并没有到很多 不过后来在1962年呢 他们在这边拍摄了一个阿拉伯的劳伦斯 这部电影之后呢 渐渐的就开始发展他们的观光业 然后到后来呢 观光业越来越盛行 这里也就变成一个小小的费度因人城镇 那至于像我们这次的岛游呢 他本身也是一个从小就居住在这里 就是最传统的贝度因人 那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行程都交给他了 我记得我先去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 和昨天的住宿不同 今天呢我们是直接进入到Waddy Room保护区里面 那就可以看到在这么天然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住宿也是非常的传统 就完全是当地人住宿的感觉 不然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看一下咯 快看快看快看 还行吗还行吗 我觉得很漂亮耶 你可以看到啊 里面完完全全就是充满贝度因人士的那种 布曼花纹 然后外加上这个床 其实也是蛮大 它就是一个双人房 而且你们有看到吗 它里面居然有超级超级厚的毛毯 难管大家都说 其实在沙漠地区啊 白天是超级热 晚上呢是超级冷 我相信今天晚上 应该就可以体会到这件事了 那再来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银器是有电灯 没有问题的 那住在Waddy Room里面 其实是有几个好处的 首先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直接住在保护区里面 所以可以减少交通时间 白天不管你想要参加任何的行程 都可以直接就这样出发 再来晚上的话呢 你就发现 哇在这一片没有光害的地方之下 看到的行方是特别美丽的 只不过呢 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在这边 限水限电 外加上是没有网路的 那限电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这里所有的电 他们都是用太阳能去做收集的 那太阳能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维持个几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在这保护区里面的说 营区通常到9点10点左右 他们就会关电 不过呢 这样看起来 应该还是可以住得蛮舒服的啦 好的 我们的导游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开始四层式的半日游 又是这一台小车车 よろしく 好 通过 我们马上就到第一个景点 第一个景点 就叫哈萨里峡谷 不要看这个入口好像窄窄又有点普通的感觉 其实进到里面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魔鬼细节 绝对会让你惊艳 这也在外面呢有种两棵树 它们是什么呢 就是无花果树 那我们就追进去 如果说到哈萨里峡谷这里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在这边被发现了各式各样不同种的研画 还有明文雕刻 而且呢数量高达两万种以上 再加上它们的历史是可以一直追溯回同气时期 所以就证明了人类最早的思想 以及要还有不同文字的发展史 像是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的动物 这一只是骆驼 这一只是有人骑着的马 那旁边就还有大象和狮子 其实这幅画代表什么呢 就直接展示了当初 从埃及一路经过帕特拉 然后再到大马士革这一条路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商队 会带着它们的动物一起前往啊 那这个图案就直接显示出 当时商业的贸易繁荣有多厉害了 那再来在它旁边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有许多是过来朝拜的人 他们就会在上面刻上助导文的 在这里就一个阿拉 你看到吗就写着阿拉 但是这一整片比较特别的是 在古兰经出现之前 其实它们上面是不会有标点符号的 所以在这边所有蚊子啊 上面就不会有标记 在它对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咦好奇怪 怎么在岩石上面 居然有两个超级大脚脚 然后脚脚的旁边 好像还有两个小人 这个对于商队来说就非常重要 因为它其实就标志说 大家在这边是可以稍稍做停留 然后可以喝到很新鲜的泉水的哟 那进去里面看看有没有泉水好 好重的脚步啊 我看到了 这里是真的还有水源耶 只不过里面好像是充满了 蚊子的幼虫解决 但没关系 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到在一千年前 哪怕田印还有阿拉伯人商队 来到这个峡谷 发现水源那时候喜悦和感动啊 不过其实说到这整个峡谷呢 你就可以了解到 它真的是靠了数千万年的水池 而侵袭出来的 当时那个河流就是慢慢慢慢下切出来 以至于这么漂亮的峡谷就形成了 下一个景点就是这个 深厚的红色大沙丘 其实在整个瓦底 如果你们都可以发现到 它的沙本身是比较偏红色的 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 富含氧化铁这个成分啦 那这么广大的沙漠呢 其实有时候就会看到 高低起伏的沙丘 在上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体验啊 那我们就直接上去看看喔 我发现旁边呢 居然还有在卖咖啡耶 贝都一人果然是很能了解消费者的感受 虽然本身呢 是已经真的蛮适应沙漠行走这件事的 但是其实走久了还是真的也蛮累的耶 但看到这片美景 我只能说好值得好漂亮喔 待会呢 因为刚刚想说我光是走上眼就已经满了 我就没有带沙板 我就直接用人体的方式滑下去 不过呢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在这个瓦迪路里面呢 它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 叫做星空下的马拉松 为什么叫星空下呢 就是因为有别于其他的马拉松 它不是在白天进行 它是在夜晚大概六点半左右之后呢 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才会开始一个慢跑活动 这个马拉松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一边观赏瓦迪路里面的星空 一边感受比较凉爽的气氛 但是对我来说 我光是走这个山丘我也很累了 我真的做不到 我要滑下去 滑沙是最好玩的时刻 除了这里本身就是最出名的铁锈色红沙丘 从山顶府看到下面的山谷 更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重要拍摄地点唷 说到底来到沙漠呢 就一定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活动啦 所以最初见的就是它 也就是滑丹板 这个沙漠冲沙活动呢 基本上你可以选择用坐着或者站着 可是如果要坐的话怎么放呢 就是我待会的坐姿了 首先放好之后 屁屁坐在这里 脚脚放在这里 然后再来手抓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咻一路冲下去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非常好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等一下把脚踏上去 再请我们的顺姿 帮我轻轻推一下 轻轻推哈 不要推太重 轻轻推一下 我就会滑下去了 来吧 好 走 走 好 好 Oh my god 诶诶 对不起 是我太重了 我来扶得好 我用力 我用力 开心 好 还要再往上 我们现在 因为刚滑不成功嘛 这么的导游 就在带我们 缓缓地往上爬 我要在这儿 好累哦 Oh my god Oh it's so difficult 好 说真的 这个沙漠实在是太陡了 好不 这个沙漠就超陡 陡到呢 你真的会觉得自己 好像在 健身房子 爬不及 弄了一下三人阻挡这样 哈哈哈 OK Wait Ready 撞了 啊 我来帮我的飞沙 也太快了吧 Oh my god 喔 这真的超快的 好酷 还要把你的沙子迎风飞来 哇 好好玩哦 但是这个快感 抵不了 刚刚走上去的辛苦度 所以我觉得一次就够了 一次就够了吧导演 再一次 再一次吧 再玩一次 机会难辙是不是 好远哦 My god 这是什么 是纪录片吧 真的不是旅游行脚 可以了就这 上不去 来吧 预备 预备 走 Go 哇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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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抓到绝窍了 叫做身体要往后躺 哇 好累 耶 滑沙成功 好 其实滑沙 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最主要呢 就是一定要走得够高 再来滑下去的时候身体要往后 如果太向前的话 其实这个板子就会卡在沙里面 你就向下不了了 那我们这次滑两次我觉得够本了 绝对够本了 没体力了 下一个活动吧 Good 下一个景点就是 这块地毯 因为呢 待会我就要坐在这里 等着我们的贝都英导游 帮我煮上最道地的午餐 似乎是叫做Galaya 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超级特别的体验 我人生第一次在沙漠中的峡谷旁边坐着 看人家在车轮胎旁边煮饭 你们看 那锅子旁边就是车轮胎 这够厉害了吧 其实对于所有的贝都英人来说 因为毕竟他们是游牧民族 所以常常会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 那男生呢 就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去煮饭 才可以让自己吃饱 像这一次的餐点呢 他就用了青椒、洋葱 然后还有非常大量的番茄 下来我还看到 他居然是用汤匙这样 慢慢慢慢的装饰我们的 HOMOS 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 我有点肚子饿 你知道那个香味一直飘出 好 I'll help you 服务生凯勤上线 完成我们俩中间经过 就快就快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葡萄牙午餐 可以看到也是蛮丰盛的 最主要煮的就是这一盘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有青椒、洋葱跟番茄 加了一些些香料和盐巴进去 煮了大概也是十几分钟而已 算是蛮快 然后一锅香喷喷的菜就端上来了 它要怎么吃呢 通常就是加饼一起吃 不过旁边还可以看到不同种的配料 这个就是最常见的HOMOS 再来就是咸的起司 还有这个突然瞬间 让我想到台湾的早餐店早餐 它是鮪鱼加上玉米 不过我自己很喜欢的是 它甚至贴心造成我们的甜点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在里面就是有不同的野藻餡名 至于如果口渴想喝饮料 旁边还有柳橙汁 不觉得丰盛吗 那我就先直接试试看好了 先不要搭比试 那我真的好吃 就是很天然的味道 尤其是因为它番茄加的够多 所以那整个味道是很鲜甜的 但是又有小小酸度 不会到很酸 完全就是很想加个比 Tita Chocolate HOMOS 他刚刚要把这个HOMOS用飞盘放射交给我 I can't catch it 好了 那我们就要加了那个HOMOS一起吃 就是一个丰盛的午餐 靠着岩壁在沙漠中的道地午餐 就是特别美味 那就让我们好好的补充体力 待会儿继续前往下一站吧 如果大家对于阿拉伯的历史 比较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有一位蛮出名的人物 他叫做T.E.Lawrence 那也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就是因为他曾经带着 阿拉伯的联合部队攻打奥斯曼帝国 而且最后也真的成功啊 那后面这一间呢 他就是在1917年的时候 T.E.Lawrence 真真正正正在这边住过的地方 那至于贝都尼人 他们也给他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就叫做小宫殿 不过在这个建筑的旁边呢 有一个商店 在这边商店除了可以买伴手禮 可以骑骆驼以外 商店的后面呢是有一条步道 可以一路走上去一个峡谷 就可以看到一整片的美景啦 如果大家要上去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沿途有很多小石堆 曾经他是被杜因人们为了指引大家说 哦哪一条路是正确的方向指标 但是后来因为太多游客都喜欢模仿了 所以现在如果爬上去那个峡谷 千万不要看那个指标 因为他有可能是错的咯 因为摄影师刚刚跑去找厕所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自己两个人 带大家上去看看美景 而且比较好笑的是 这里是没有真正的厕所 是天然的厕所 但是他待会要找一个 不会被我们看到的地方上厕所 多好哦 不要让我看到哦 耶 成功登顶 而且赶快上来 我看到超夸张的景象 真的超夸张 不是人家在上厕所啊 上来就这样 有看到吗 成千上万个石堆 难怪大家都说 来到这里爬任何峡谷 尽量都不要去相信任何一个石堆 院长真的是会迷路 你看就连那么悬崖峭壁的地方 也都有石堆 到底哪个是安全的啦 但好在呢 大家来的时候一定会有被毒因导游带着 这时候只要问当地人 绝对没有问题啦 真的是很壮观 很多人刚刚听完我讲说 我们剩一只去上厕所 应该会有个疑问想说 这样环保吗 其实这个方法 应该说是被毒因人们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在大自然里面 有大排大有小排小 就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 耶我成功 好 来吧相机 投入我的怀抱 在前往白沙漠的时候呢 你们就一定会在入口看到一个天然的地表 就是它 我们台湾呢 也留有女王头 在Waddy Room的白沙漠就有 蘑菇头 真的很可爱 一定要拍照打卡 如果大家认为整个Waddy Room 就是单纯像火星一样的世界 那就错啦 因为其实在这边 可是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白沙漠 就像是硬生生从火星切换到月球一样 是可以看到两侧的地理景观是完全不同的哟 说真的白沙漠真的好神奇耶 从我们刚刚走进来的那个蘑菇头开始 一路上虽然它叫沙漠 但是你真的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的纸皮 就是绿色的小小一颗一颗在地板上 然后甚至呢 你看到的岩石都和红沙漠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你看上面这个 它居然是一座人可以走的桥 而且是天然行程喔 据我们的导游所说 并不会很窄 大概就是人可以通过的地方 对我来说超级窄的好吗 有居高这个人怎么走啊 你看这么高耶 至于如果大家有想要走上去 大概就是三小时的路程左右 我呢绝对不要居高 对不起 白沙漠的岩壁 除了相较于红沙漠的更加高耸以外 也因为这里比较多直批 所以可以看到许多贝多英人 在这边放养骆驼 就连自然死亡的骆驼骨头 都可以看得到哟 由于刚刚那座桥 实在是太过度的遥远了 所以我们导人又介绍了另外一座桥 是最适合观光客的 就是它 这座桥它本身 其实从很久以前 就在一次超级天然的石桥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 旁边有个好像石阶的东西 它真的是专门为了游客而弄的 如果是纯正贝度英人的话 是不需要靠它 凸手攀爬就可以爬上去 至于我为什么现在终于 要把背包背洗 就是因为 大和要准备上去哦 挑战吗 挑战 好吧 这意思就是较低 等等 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 虽然说这个斜坡本身也是比较光滑一点点 可以踩的地方也比较不明显 但是看看凯清我伸手矫健 没几秒钟就直接爬了上去 却没想到原来上去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要开始啊 哎 没错 就是前面那个又细又窄的桥 原以为最终我一定有办法走过去 但是 对不起 凯清我做不到 爱你们哦 在我脚软之前 就放我回平地吧 我现在来了耶 好感动哦 从头到尾我只想讲一句话 上去我还想说耶 我好棒 怎么那么帅 跑酷第一名 但结果下来的时候我完全是这样爬 就好像一只很奇怪的字幕就这样爬下来 不过我真的要感谢所有北都英人们 我也要感谢所有游客 因为游客多 所以我们有凹洞 因为有北都英人 所以呢他们很认真的帮我们挖了洞 我才能上去 不然我大概今生都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踏上这座桥 虽然我刚刚也害怕了没踏上过 但没关系 至少我有了 好可怕 你们现在看到我身后这个充满 各式各样碎石子的山坡地 它就是整个瓦迪路里面 数一数二稀有的景点 它就叫做劳伦斯的泉水 但库米思义就是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的 阿拉伯劳伦斯 它曾经在这边打仗的时候洗了澡 而且喝了酒 至于现在呢 其实也有很多贝多英人 就是在这边取用泉水的 原因就是这个劳伦斯的泉水 可以算是整个瓦迪路 数百公里以内 唯一一个全年都有的泉水 那泉水到底在哪 你们看到后面有一棵树 它也是无花果树 这里就是源头 那他们现在其实有用黑色的管子 接到地面上 旁边有渠道是给小动物们喝水的 像是骆驼或是马匹 至于他们自己本地人呢 也是用黑色的管子 接到自己不同的营区里面 其实从很久以前 就会有不同的商队 来这里取水 然后做休息 至于现在呢 除了是很多人喜欢在这边 践行的起点之外 骑骆驼也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我们待会来 看看我的骆驼准备好 起啦 超高 哈喽 好可爱喔 骆驼 最喜欢的 可爱小动物 可爱大动物 我们现在就在体验骑骆驼 对于贝杜鹰人来说呀 这真的是他们 赖以为生的动物 所以对他们而言呢 这算是他们的伙伴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 把他们当家人一样对待 所以对于这些骆驼呢 他们是非常非常珍惜的 如果大家有游客对他们不好 他们反而是会把游客给感动 而且骆驼也会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有些骆驼如果真的很不开心 不想飞骑 他们就会换另外一次 那这就是 我觉得对待动物好的方式 至于在传统时期呢 你可以发现到他们常常就是 以骑骆驼的方式横渡沙漠 因为骆驼也有另外一个名称 就叫做沙漠之中 虽然在现在骆驼大部分时候 都是以观光为主 就是让游客试试看骑骆驼的感觉 然后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开卡车 在沙漠中行走 但是有少部分的人 还是会以骑骆驼的方式生活 我发现我这只骆驼 它很积极的喜欢走路 它会一直想要朝车 你看我开始跟我们的摄影师平行 虽然我们现在才刚开始走大概五分钟吧 但我已经有骑骆驼的感想 就是屁屁有点痛啊 可能是因为我这只很喜欢往前走 你看它很喜欢当地人 所以呢 我现在鸡皮真的有点痛 一个小时的骑骆驼行程 感觉应该会痛得很过瘾 对不对 它点头了耶 你怎么这么棒 棒棒 啊 有没有看到它轻轻 就说它们对得很好吧 哇哦 它居然 它居然可以站在上面耶 太神奇了 这大概是我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一个动作吧 你看人家 多帅气的站在前面 然后我只能一直在后面绿洞 就是那个骆驼的小绿洞 但是我牵着一只哦 后面就是很乖 拜拜 大家再见 骆驼们走路真的是有一个 特定的频率 它们是会 它们是会 让骑在上面的人 一直这样子晃动晃动晃动 但是你抓到频率 你就不会觉得说很晕啊 或是不舒服 久会久之 就是有种神秘的 韻律感 哇哦 哈哈哈 So cool 我刚刚刚才先问了贝杜鹰的导游说 如果想要叫骆驼停下来的话怎么办 它说真的 那如果呢 想要请它走的话要讲什么 要讲 所以呢就可以知道说 对于我们来讲 骆驼的语言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真的是搞不懂 跟 有什么差别耶 不过骆驼真的是会听得懂 它们自己主人的语言 而且我这只超可爱 它一直想要找主人 我一直要主人亲亲 真的是 好可爱喔 好温馨喔 坐在骆驼身上 就发现 原来骆驼的毛是蛮长的耶 而且坐久了也是蛮热的 但是呢 它们真的是一种很漂亮的小动物 因为它眼睫毛好长喔 难怪 阿拉伯人常常都会用骆驼去醒人 女生漂亮 果然是合理的 OK 我的小骆驼不想瞎 啊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收看 收看 好可爱喔 但我屁股好痛喔 你知道辛苦他们了 他们长征了一个小时 真的是 你要好好吃饭 谢谢 他嘴巴鼓起来 他可能刚刚想哭我口水 有趣的行程 喔 他不开心还要站起来 要回家了 好 那我们就继续下一步囉 Go 现在 我们就是要前往最后一个点 也就是看夕阳的私房景点啊 其实这次来参加这个tour啊 你会发现到导游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在整个瓦底路里面 你们是可以发现到有很多不同旅行社举办的tour 那有一些呢 他们会照着表定走 有一些呢 可能上面有些点会遗漏 但是这一次我们参加的这里 不但是把所有的表定点都参加完之外呢 导游 还心情很好的给我们加点 也就是这里啦 然后再加上呢 他其实讲解也非常仔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 那至于 我们到底 还有爬座就 成能到夕阳点呢 啊 不开阳咧 应该快到了啦 加油 有人觉得今天爬了很多山吗 我是这样觉得啦 应该等下会瘦吧 前面这个也是岩石山耶 我的天啊 啊 啊 好气吧 KING OF THE WORLD 我可以坐在这边啊 这有点空旷 我觉得这边比较进去 好 那么快 哦 XX 欸 哈哈哈哈 好就这样 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 原本想说要好好的等待日落 可惜天空不作美 看到远方雾蒙蒙的天气 啊 看来今天等不到漂亮的夕阳了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回到营区 可是有超级大餐等着我们 收工吃饭饭 来 吃吃 感觉超级好吃的 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贝杜鹰人烤肉 叫做Zara 也就是一个地下的烤螺 刚刚他们就开玩笑说 这就很像是贝杜鹰人的微波炉一样 其实原理上是完全没有错的 因为概念上 它就是在地底下先挖一个洞 在古时候他们是用石头盖起来 但是现在呢 他们是用铁啦 那再来呢 里面会放入不同的碳 最后放上铁架的烤盘 上面就会先放一些鸡肉 然后再放一些蔬菜 那至于上面盖上盖子之后 也会放上棉被还有沙子 就是非常多道工序 那之后呢 我们就要等待一个小时 或是到一个半小时 就是主要是看你里面放了多少东西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一层层挖开挖开挖开 然后就会变成刚刚那一盘 超级香的晚餐啦 所以想那么多好不好去吃 居然在沙漠里面 也有buffet可以吃 我真的是吓到 而且种类还蛮多的耶 可以看到有一种饭啊 但是小菜超多种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有六种小菜 而且呢像刚刚炸盒拿出来的一层 现在烟雾弥漫 虽然我那时候看不太到 到底有什么蔬菜 结果我发现它里面只有三种的耶 可以看到他们很常吃到的櫛 再有马铃薯和红萝卜 那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鸡肉啦 待会呢就可以好好的开始大餐一番 那待会呢我们吃完晚餐之后 就可以直接洗洗澡睡觉 因为营区里面是真的没有网络 不过也刚刚好 因为明天早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程 早上四点半起床 是什么呢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 吃饭咯 而在我们开心吃饭的时候 老板就突然告诉我们一个超级好消息 就是他要帮我们升等房型啦 看着整个帐篷空间突然变得又大又宽敞 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立卫浴 真的超级兴奋的 只是一样的是 他是没有热水的 所以还是让我们早早睡觉吧 大家早安 现在是早上五点半左右 那我们要进行一项来到世界文化遗产 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大热气球 那因为毕竟是在沙漠嘛 白天大概三十几度的地方 现在呢凌晨的时候居然是13度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把手拿出来 真的好好好冷 不过我们刚刚从Vistor Center 搭了一台车车 到了现在这个空地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热气球的痕迹 怎么办呢 我们等一下是从这里开始 起飞嘛 我的热气球到底在哪里啊 今天大概六点零七分就会日出了 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日出 在经过大概五到十分钟的等待之后 我们看到了热气球的支架了 然后呢就移动到另外一个大地上 哇我必须要讲 这个大地长得真的很特别 你知道那地板基本上是完全干裂状态 就是知道呢 虽然Wadi Room这个地方 它可以全年都有水分 但是某些地方它还是非常的干燥 就像我现在喉咙也超干燥的一样 但没关系 这个热气球之余 它居然也是有附上热茶了 那既然还没吃早餐 那我先去喝杯热茶 第三个点 这次呢他们终于确定了 今天就是会在这个地点 往上慢慢的飞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 真的是怎么样去组装热气球 就发现原来组装一个热气球 真的是要用到很多人力耶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要真的搭乘热气球的是 大概五六个人而已 难怪每次一趟热气球 价格都是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呢我们再去喝一杯茶吧 哇这比我想象中的精致超多的耶 刚刚走过来就想说 怎么会有朵花在这 不只是摆盘漂亮 有早餐 然后咖啡就已经有四种不同的品牌哦 所以可以自己去选择 至于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啊 就是因为他们正在把热气球充气 等一下膨胀之后呢 就会开始点燃 然后点燃我们就可以差不多上去了 所以我就先来选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去了 好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去了 先选先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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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两个 当然就是站旁边了 好 这就是我的宝座了 有看到吗 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我们几乎可以说 这完全包场了 后面的那一半全部都是工作人员 为什么他们要上来呢 就是为了要平衡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这么从容地打热气球 可以站在身边看着他们准备 然后慢慢地调试 感觉真的很不错耶 这个是待会儿的降落姿势 不过现在是要起飞了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开始遥控了耶 好期待喔 刚刚机长就是说 我们这次大概预计是希望可以飞到400公尺左右 就没有到很高 但它预计飞行时间是可以到45分钟的 表示说今天应该是天气还算不错啦 虽然有点呜呜的 不知道等一下到高空会不会看到很棒的风景 好期待喔 当机长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慢慢起飞 航向瓦迪润的天空中啦 看着刚刚升起的太阳 缓缓照亮整个火星沙漠 这瞬间真的好让人惊艳啊 有看到吗 非常漂亮的日出 不过跟我想象中的 原本想说啊 它应该会是很橘红色的 因为它是偏浅黄色的太阳 而且我发现因为今天早晨啊 其实整个空气呢 是比较懵一点点 但是这样看出去就有种朦胧美 你可以看到远方的山栏 层层叠叠的更多地方呢 只是比较看不清楚了 但就是因为这样有远近之分 所以你会觉得这真的是风景螺化 上到高空的感觉啊 真的是特别的平静 尤其是这一趟瓦迪润的热气球之力 你可以看到景色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身后这个红白沙漠 因为我们已经有去过 红色沙漠和白色沙漠 但是当你真真正正在 旁边上看到的时候 那个分界线非常的明显 真的是蛮惊人的 至于其他一些线条的之间呢 因为是在比较高峰的地方 可以说是比较看不到 但是光是看到这个美景 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棒了 非常的值得 耶 你们看 这里就是整个瓦迪路沙漠了啦 虽然我们昨天是真的有直接 进入到沙漠保护区里面 但是呢 因为整个瓦迪路沙漠非常大 已经超过700平方公里以上了 这么大个区域 真的很难说自己去到每一个角落 跟每一个地方 尤其是瓦迪路保护区 毕竟它是世界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嘛 那它真正开放给游客的区域呢 非常非常的小一部分 不过如果你是拉热气球 以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看到更远的部分 其实啊 除了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从高速看到 在瓦迪路里面的各式各样营地和名赋 例如我们昨天住到的是 比较传统的景点 但是瓦迪路还有这一种 那就是泡泡屋耶 看起来好像蛮高级的齁 好像不错喔 要不然来住一下 我觉得不错 不如今天晚上 我们就去住一个 比较豪华的民宿好了 一边欣赏美景 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再加上热气球本身 是很吃风向的一种活动 这一次的飞行 很快就来到尾声了 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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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之前搭过热气球 但是你知道它是什么降落吗 是会整个躺平的降落 结果这个非常稳 真的要给他们100分 非常厉害 而且半点沙沉都没有吃到 很开心的一次行程 好玩耶 待会才能出去 要等他们确定所有东西 成功着陆 看着他们在收气球 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刚刚在上面 虽然这次真的没有飞到很高 不过看出去的景色非常棒 然后再加上 因为没有很高 所以天气也很好 你不会觉得特别冷 基本上可以说 我觉得羽绒衣穿的有点多了 可是我想说的是 这次的热气球之旅 非常值得耶 你想想看 我们从它准备开始 一直到它准备收 全部都看得到耶 就是一个学习怎么样 开这个气球行业的一个地球 再离开瓦迪路前往下一个城市 阿卡瓦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要寻找豪华打卡点 昨天晚上 我们是深入到保护区里面 然后体验了当地人的住宿与生活 但是今天呢 既然我要打卡 那就一定要去最棒的地方打卡 号称最厉害的一个露营区 就是这一间啦 不知道你们可能多强 继续看 虽然说呢 我们是在整个保护区的 比较外围一点点 但是完全可以看到 这个露营区它所在地 基本上也还是在一个 红色沙漠上 然后旁边都是悬崖峭壁 再加上我们现在 刚刚好是下午时候 入住的人数 暂时还没有很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 这里真的就是火星耶 你不是觉得 方圆即白里根本没有人 然后就有这几颗奇奇怪怪的半圆形 说真的 有点像是那种外星生物的蛋 一颗颗 还是银色的 有那种反光的感觉 哇 还跟我说是普通豪华房心 这根本就是阿拉伯皇室风格了吧 从这最夸张的黄金吊灯开始 上面就已经充满各式各样的几何图案了 再来呢 旁边这个黄色的帐篷底 外加上木兰笔色的窗帘布 上面呢 都有不同的植物图层 但是我觉得最浮夸的还是 床的头顶上这块木板 这是伊斯兰花纹吗 我觉得有种小小的 好像跑到清真室睡觉的感觉 在这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座椅啊 有小小的圆形之外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张 好 够浮夸了吧 看看香精边欸 然后再来你坐在上面 这一瞬间 我觉得 就有种好像变成阿拉伯皇宫飞的感觉 如果没有的话 我相信是人的问题啊 对不起 嗯 非常好 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期待 看看这个水晶吊灯 要多浮夸有多浮夸 然后再加上这个 像是孔雀开平一样的双人床 不过不是我在说 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多个枕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枕头到底是要躲在哪里 但没关系 人各有所好 同样呢 它这边是有黄金灯啦 但是呢 在这个泡泡屋里面 它有大半的面胶 都是被黄色橘色的大理石属覆盖住 真的是属于非常豪华又高 不过魔鬼是藏在细节里的 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瓷砖的夹缝里面 居然都是用金活漆去涂的耶 但是介绍到这边 大家应该会想问 为什么这个圆顶有大半部分 好像是被东西所盖住的 来 这个呢 待会到五点半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我先带大家去逛一逛 中间的环境吧 既然距离日落 还要一点点时间 那不如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去觅食吧 我们就去看一下餐厅里面 到底这样是什么样 它不是餐厅也有料 在前往餐厅的路上 没想到竟然碰上 Zadok出炉的瞬间 而且厨师们居然还邀请我们 过来抢先试吃 这等好事当然不能错过啦 哇 我刚刚竟然非常幸运的可以看到 Zadok出炉的那个画面 你知道多震撼吗 它是三层 而且有各种不同的肉类 你看到上面是鸡肉 然后下面是羊肉还有牛肉 哇 然后呢它就这么大方的 拿了一块肉给我们 你看你看骨肉分离 它直接用手拆得了 你知道那个味道真的是一流 好好吃喔 还有15分钟才开饭 我真的已经不是灯燃 我待会就要第一个抢它 好好吃喔 晚餐饗宴开始之前 不如再让我们逛逛旁边的咖啡厅吧 因为这里也是出了名的打卡点 除了是建筑在山洞里面 这里还充满各种华丽的装饰 以及土耳其吊灯 相信在这边一定怎么拍怎么好看啦 不过时间差不多 就让我们赶快到餐厅去吧 因为晚餐可是超级丰盛的自助餐啊 从前菜开始到主餐 和饮料甜点应有尽有 甚至座位区也是能够直接欣赏到外面的美景呢 那就让我们好好吃完晚餐后 再揭晓最高房型的秘密吧 是不是拿掉那个布幕之后 看出去的景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间房间它本身就是 让你看到180度的辛苦好吗 让你晚上可以看着惺惺入睡了 超级赞 非常好 这间房间我很满意 那今天晚上 大家慢走 快出去出去出去 我要享受me time go 离开火星沙漠以后 整个约旦唯一的靠海城市我来啦 究竟大家口中的约旦夏威夷到底有多热闹呢 除了有阿拉伯大奇艺最重要的博物馆 古迹和宫殿以外 让我们潜入红海看看水下的生物们过得如何吧 不只是有美到爆炸的珊瑚们 居然还有一整台飞机遗骸 回到岸上后 体验一下这里道地人的生活 当然就是品尝最新鲜的红海海鲜啦 下一集 沿海的四国界之城 阿卡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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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